公司专业生产全统复合硬质版生产线,高速电脑螺旋刀横切机,液压五轴支架,全自动接纸机,全自动收纸机等包装机械设备,具有独立开发和研制能力,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设备的高科技水平, 并不断完善国际国内包装机械设备存在的不足,向生产高速、耐用、节能、降耗、安全的自动化的机械设备方向迈进。 企业广聚人才、技术力量雄厚,拥有高科技设计人员、精密的生产设备、先进的检测手段、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一支技术过硬的生产队伍。 多年来,企业遵从锐意创新,追求卓越之宗旨,使产品质量稳步提高,且素以交货及时,服务周到,深受新老用户的一致好评。 我厂以振兴我国包装行业为己任,结成与广大用户合作。 今后,我们将以优质的产品和更加完善的售后服务满足广大用户需求。 卷筒复合硬质版生产线,适用于将2-6层60-600克每平方米的卷筒纸, 通过液压五轴纸架、天桥输送机、自动接纸机、预热器、自动对边机、 涂胶机、粘合机、整形机、红杆冷却定型机、牵引纵切机、横切机、堆码机等工艺复合为所需要的各种及规格的硬质版。 也可将不同种类60-200克每平方米的各种卷筒面纸, 复合在不同品种的卷筒笛上,复合成特种硬质版。 也可将600克每平方米以内的复合纸,复卷成所要求的卷筒纸。 该生产线具有设计合理、结构紧凑、自动化程度高、操作维修方便、节省能源等诸多优点。 整条生产线均采用国际先进的台达变频和西门子控制系统,弥补了其他复合机的各种缺点,是您生产硬质版的理想设备。 液压纸架的作用是将原纸脱离地面,送到生产工位,采用双轴四臂结构,两侧原纸通过液压站及油缸可实现单臂升降加紧,松开左右平移。 天桥输送机是将原纸从承纸机输送到预热器立柱上有自动接纸,方便卷筒接纸自动调节原纸两侧张力,方便生产低克重特种纸,实现不停机接纸,节省时间提高效率。 预热器的作用是降低各单层原纸水分,保证原纸对胶液的吸收,预热缸采用大缸镜大包角。 由蒸汽加热、电加热,电加热温度在50至2000度任意设定,竖显控制,自动保持恒温,节省能源,提高板纸品质。 自动对边机的作用是将多层原纸的一侧纸边对齐,减少因纸边错位而造成的浪费。 采用四幅电机联动控制装置检测头,根据纸边的偏离大小指令控制纠偏装置, 使纸边基本保持在某一固定位置具有良好的对边效果。 涂胶机作用是将胶液均匀地涂在各层原纸上,可根据不同的纸种选择不同的涂胶方式。 涂胶量在15至30克每平方米左右。 每套涂胶机构独立变频传动,随生产线启动,独立平纸涂胶速度可与生产线同步。 粘合机的作用是将涂胶后的多层纸质粘合在一起。 原纸粘合前,经过舒展滚,保证生产低刻重特种纸时,纸张平整不起皱。 压实机的作用是将粘合后的纸板进一步压实, 保证各层原纸粘合牢靠,压滚为胶滚,采用变频传动,气动加压。 烘干机的作用是将纸板进行烘干达到去除水分。 平整纸板的目的,采用蒸汽或电加热,有温控装置封闭式保温箱,纸板平整,热效率高,特别适合特种纸的复合。 冷却定型机的作用是将对烘干后的纸板冷却,定型使纸板光洁平整,不变形。 牵引机与分切机的作用是将定型后的纸板切边并输送到横切机。 牵引机与分切机为一体机,分切机可左右平移,自动调刀。 横切机是将纸板按长度要求切断并往前输送,主要由切纸布、输送布、输出布、润滑布。 机身意大利飞适四幅控制及彩色西门子触摸屏操作系统组成,自动跟踪生产线车速。 锯齿螺旋刀剪切力小,噪音低,纸板切口平整。 堆码机的作用是将剪切好的纸板按要求进行堆码。 吊栏式堆码机与水平输送液压升降堆码机。 换拖板时生产线不用停机。 平液压升降堆码机适合生产家常订单。 最大堆码高度,长度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做。